心粉想要問問小青 加入AKB的原因 或者是初心 我的初心呢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 就是喜歡AKB 然後就很憧憬想要成為偶像 以前就是真的很喜歡日系偶像 然後第一個吸引到的是早安 可是後來真的是有在犯的真的是AKB 然後我就是AKB的粉絲 然後很憧憬他們在我台上是閃閃發光的樣子 所以就是想要跟他們成為一樣的存在 所以就想要加入AKB48 然後那時候剛好他有開甄選 就覺得其實距離沒有到很遠 可以試試看 然後語言也還算同 所以就試試看 我還沒有報名之前 其實我也有在做 就是也不是做 就是因為像翻跳團體嘛 就是我有翻跳AKB的歌 然後有就是抱一些小舞台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自己很想要 不是單單的COVER 這樣子就是很想要真的成為那種偶像 除了模仿以外 就是更多的是以自己出發 就是怎麼去跳這首歌的那種感覺 就是不像是模仿一個成員 而是就是我真的在跳這首歌的感覺 就我很想要成為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我覺得 就是今天我真的會 因為看一個舞台 他根本就沒有跟我講什麼人生道理 他也不是鼓勵我 但我就是看了這個舞台 我覺得他很有感染力 然後而讓我得到了一些元氣 或者是很開心 甚至心動吧 我覺得 就是 好棒啊 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覺得 偶像表演的影響力很大 所以我也很想要成為那種有影響力的人 所以我就是很憧憬 然後我也很想要成為那種 很有舞台感染力的人 但同時 除了這種 無形的東西 我還就是我也很崇拜 那種業務能力很好的偶像 就例如說 小黑衣 但小黑衣就是早上去做的 就是 他真的是唱歌很好 然後跳舞也很好 然後很努力 然後思想很清晰的人 就很想要成為那種有自己想法 然後舞蹈唱歌都很好 實力派的人 還在努力中 對 喔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AKB的前輩們的節目 給我的感覺是那種很有趣 就是不只有光鮮亮麗 就是很有趣 然後所謂的養成戲嗎 你會想要跟他一起成長 所以我覺得他很吸引 對 就是很喜歡 很憧憬 很憧憬